摳门老板突然送员工VR眼镜 侯莫连在床上都不舍得摘下 屏幕后面的老板 却能得到美副眼镜的示意 这波操作真的是野狐狸杀尿骚得很 在被眼镜支配之前 侯莫的日常非常朴实物华 看看电视消灭成敦的零食 巴特担心他爹的生活方式过于健康 偷偷把啤酒藏到电线上 侯莫本能的追逐 对于他爱不释手的啤酒 电流偏教他学会放手 侯莫想了半宿终于放手 君子动口不动手 一夜缠绵过后 侯莫还要去上班 快要到圣诞节了 他用布棒装饰一下办公室 老板今天要给员工送圣诞礼物 不知道抠门的他今天会搞来什么烂货 拆开包装却震惊员工一整年 竟然是非常犀烈的VR眼镜 戴上他仿佛开了天眼 老板的脉搏3体温15摄氏度 卡尔的智商214 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人骗了 但对于巴皮突然的慷慨 秘书圣表担忧 医生说过你要是当好人就会死地 巴皮打开监视器 说每一份慷慨早就在暗中注入了坏水 每副眼镜上的摄像头都成了我的眼 这下上班摸鱼带心拉时 偷拿撤职的员工 全部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侯莫沉迷VR眼镜无法自拔 随时随地都在看搞笑视频 跟马基摔跤的时候他也不摘下 因为眼镜会指导并提升摔跤技巧 还能给眼前的对手换个皮肤之类的 马基对于这种不走行的作弊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并叫停比赛中途离场 第二天早上的马基气哄哄 只给侯莫准备了五块煎饼 侯莫心想这次要饿死我啊 虽然很不舍 但为了小命不得不跟眼镜告别了 他把眼镜放在转盘上 让命运来决定谁将得到他 眼镜停在麦琪面前 他兴奋的狂吸奶嘴 马基却抢过来说 刚好转到我这边 摘下眼镜的侯莫终于回归现实 但他的同事们却双眼不看境外事 一心只想着虚拟快活 侯莫强行打断卡尔 卡尔说我来给你换身好看的皮肤 想要融入却惨遭打脸 侯莫赶紧去找老板 心想求着他再要一副眼镜 不过分吧 但是巴皮不在办公室 侯莫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一整墙的画面 显示着他们眼镜看到的景象 震惊 愤怒 这是对隐私的严重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侯莫吃了一圈别人的瓜 终于看到了自己 马基此刻正戴着眼镜跟麦琪玩耍 侯莫表示这样监视自己老婆不低倒 他扭头就要离开 但马基突然说要拿冰淇淋给麦琪 这引起了侯莫的警觉 不是说家里没有冰淇淋了吗 竟然藏在一袋豆子后面 真是狡猾啊 那到底还有多少事是瞒着我的 侯莫突然很想看看马基的小秘密 他坐在椅子前面有点小兴奋 门铃突然想起会是谁呢 难道是马基的秘密情人 侯莫捡一袋爆米花边吃边看 除了家务日常 马基竟然还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聊的主要是关于侯莫 不愿意陪孩子太爱喝酒之类的 侯莫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手里的爆米花都不香了 医生教马基如何应对侯莫带来的困扰 这件事让侯莫感到困扰 他情绪失控 跑去找老婆子要了杯啤酒 说马基竟然去做心理咨询 说我爱喝酒搞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老婆子问他怎么知道的 侯莫说监视 老婆子表示你最好不要直接摊牌 而是伪装成偶然遇见和发现 女人最讨厌被监视 侯莫用假名也去约了个心理咨询 实际上守株待兔假装邂逅 他正要来个意外撞破 却听到马基说 医生的咨询让我身心舒畅 每个星期三好像复活重启了一样 侯莫仔细回忆 难怪每周二的马基一点就着 到了周三就会突然好转 然后就会有好事降临在自己身上 看来马基是真的需要这个治疗 驱散了他婚姻中的阴霾 而那些阴霾可能大多来自侯莫 撞破意味着挑明这种尴尬局面 侯莫选择沉默 回到家把自己洗白白摆在床上 今天的马基不出意外 心情格外好 他戴上眼镜开始奖励侯莫 紫科的把皮针对着屏幕 可惜这次是马基戴着眼镜 感觉有什么脏东西进了影 马基每周要看一次心理医生 他的困扰主要来自于侯莫 这个男人邋遢暴食 易怒懒惰荒唐酒饮大 他身上的问题比其中罪还要全面 唯一靠谱的就是感情方面 对马基的确非常忠诚 这可能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 不止忠诚 还非常稀罕马基 跟马基冲突时常常富有耐心 并且会变得异常细腻 比如这次从质疑马基 到最后理解马基 成全马基 这种转变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的问题 承认是自己的不足造成的现状 这一点其实就非常难得 因为生活中的多数人 根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 如果有一件事 否定了自己的生活 否定了自己 多数人的应对是愤怒 是找个借口指责他人 通过愤怒维护自己的自尊 通过指责别人 回避自己的问题 我们本来想这么做的 但跪在他及时收手的 泰伯尔有句话特别巧妙 错误经不起失败 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来更积极地看待失败 由于谬误经不起失败 所以失败可以帮我去尾纯真 而不愿承认失败 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错误 积累越来越多的荒谬 你说积累那玩意儿 有什么好的 我告诉你出来混 有错绞认 被打要立正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